咱们接着第十题晚上讲啊 也是一套中考题早装的 是吧 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酒驾事故的出现呢 那么酒精测试仪啊 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了 那么交警呢 使用这个某型号的这个酒精测试仪的工作原理呢 如图所示 然后呢 电源电压横定是8伏 电源电压咱们给他记一下 电源电压的横定是8伏 电源电压横定是8伏 好 然后呢 那这个传感器那个R2的电阻的组织呢 随着酒精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传感器R2的电阻组织呢 随着酒精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这个传感器R2 它这个组织随着酒精浓度增大而减小 然后呢 当这个酒精气体的浓度为0的时候呢 那么R2组织是60欧亩 好 浓度为0的时候 那么呢 R2组织为60欧亩 好了 那么使用前呢 要通过这个调零旋钮 对酒精测试仪进行调零 调零 这个调零旋钮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那就相当于我们的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好了 然后呢 对这个酒精测试仪进行调零 那么此时呢 低压表的摄数呢 是6伏 此时低压表的摄数是6伏 就是调零以后啊 低压表的摄数是6伏 对吧 那调零呢 以后呢 调零以后呢 酒精浓度为0的时候呢 那么R2的组织是60欧亩啊 是不是啊 咱都可以记一下呀 对不对 记在这啊 那么我们看看第一问呢 他怎么问呢 第一问说 低压表的次数为6伏 6伏的时候呢 电流表次数呢 为多少 低压表的次数为6伏的时候 电流表次数为多少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低压表的次数为6伏的时候 对不对 也就是调零旋钮呢 已经调零了 对不对 酒精浓度为0的时候 对吧 调零旋钮调零 调零以后呢 酒精浓度为0 是不是 酒精浓度为0的时候呢 电阻是60欧亩 对吧 然后低压表的次数呢 是6伏 对吧 那问你 电流表的次数为多少 电流表次数为多少 那这不好求吗 对吧 因为它是个什么连呢 它是个串连电路 对吧 串连电路 就是一个简单的串连电路嘛 是不是 串连电路嘛 那所以说呢 我们R2的电流呢 就等于电路中电流 是不是 这个题呢 我们简单给它写一下 大题呢 咱别忘了写解 有解必须得有答 必要的文字描述 公式的推导过程 单位都得写上 都得写上 但是咱们讲题的时候呢 我就给你们讲清楚 咱们来看一下 你要知道这是串连的 电路中电流都相等的 对吧 那所以说呢 那咱们就是说 这个R2的电流 等于电路中电流 电路中电流 也就是电流表次数 对吧 等于R2电流 那I得什么 I得U比R 是不是这样 等于R2两段电压 去比上R电阻 对吧 R2两段电压是多少呢 R2两段电压是U2 是6V U6V除以呢 它现在的电阻组织 是60欧亩 等于0.1 0.1A 是吧 说明现在电路中电流 是0.1A 对不对 爱是第一问 第一问 没事了没 没事了 是吧 因为他说了嘛 当电压表的 次数为6V的时候呢 电流表次数为多少 电压表次数为6V的时候 说明现在呢 已经调零了 这个酒精的 是不是测试仪 已经调零了 调零的时候 酒精浓度为0 酒精浓度为0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这R2的组织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60欧亩 对吧 7米电阻 它是60欧亩 是吧 60欧亩 OK 它就值都给到这了 是不是 给到这了 那么第二问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问啊 第二问怎么说呢 第二问说 电压表的次数为6V的时候呢 滑动变阻器 R1的组织为多少 电压表的次数为6V的时候 还是 这个条件不变的啊 电压表的次数为6V的时候 对吧 问你这个滑动变阻器 R1的组织是多少 这个R1的组织是多少 哎 那你看啊 我们串联电路是不是分电压 对吧 我电源电压是8V 我电压表呢 也就测的是R2电压 R2电压是6V 问你 R1分了多少V啊 对吧 R1分了多少V电压呀 分两V呗 对不对 分两V呗 是不是 嗯 他就分两V呗 好了 串联分电压嘛 现在谁跟谁分电源电压呀 R2和华东没有气 他俩分电源电压 对吧 那么呢 R2分了6V R1那分两V呗 对不对 所以说R1电压是两V 咱们给它分析清楚啊 R1电压 也就是说U1 U1等于U总 总电压 减去R2电压 U2 对吧 然后呢 等于8V 减去6V 等于2V 那也记住啊 要电压有了 电流呢 电中电流呢 电中电流我们刚才刚说完 是0.1安培呀 对吧 0.1安培呀 当电压表次数为6V的时候呢 电中电流是0.1安培 是不是 对吧 0.1安培 那所以说呢 有电流了 电中电流都相等啊 串联是不是 那经过R1电流 它也是0.1安培呀 对不对 有电流有电压 求电阻还不好求吗 R1 等于U1 比上I1 对吧 I1等于说是I吧 电流就可以了 是吧 然后呢 R1电流呢 是两V 两V呢 除以电压中的 电压是两V 电压是两V 电压中电流呢 是0.1安培 等于20 欧姆 对吧 20欧姆 完事了呗 20欧姆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R1呢 它这个电阻是20欧姆 完事 第二位也完事了 第二位完事以后呢 第三位呢 我们得看第三位啊 说这个调零以后啊 调零后 R1电阻呢 保持不变 R1电阻保持不变 它电阻既然保持不变 那它就保持在20欧姆不变呢 那么呢 某驾驶员呢 对着这个酒精测试仪 吹气10秒钟 若电流表的市数 达到了0.2安培 它如果吹气以后 很多东西就变了 你比如说R2的组织 这个七米电的组织 是不是啊 就变了 电阻中电流也不一样了 对吧 它两段电压呢 两段电压也就不一样了 我看看电压一样了 电压不一样了 电压也变了 是不是啊 电压也变了 电压分配呢 也变了 对吧 好 这些都变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看啊 吹气10秒钟 若电路中的电流表 市数达到了0.2安培 0.2安培了 不是0.1了 表明这个价格还是9价 那么呢 此时 此时电压表的市数为多少呢 电压表 电压表市数呢 也就说明我们这个R2的电压呗 R2的电压 是多少呢 分析一下啊 R2两段电压是多少 现在你看啊 我们电路中的电流 我们电压 总电压我们是不是有 电源电压我们有了 电源电压有了以后呢 电路中电流我们也有 我能不能求出 电路中的总电阻 能求吧 是不是能求 总电阻求出来以后呢 用总电阻减去R1电阻 因为R1这个电阻没变嘛 对吧 那不就是我们这个R2电阻吗 R2电阻有了以后呢 再乘以这个电流 那它电压不就有了吧 对不对 这是一种思路 还有一种思路呢 就是我现在知道电路中的电流 对吧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滑动变速器此时的组织 我能不能求出现在那个 滑动变速器两个电压呀 是不是可以呀 我也可以把这个滑动变速器两个电压给它求出来 对吧 第二个 第三问 第三问 我先把这个滑动变速器两个电压求出来 滑动变速器此时此刻的电压 就是UEPR UEPR吧 好吧 UEPR 然后呢等于什么呢 等于 电流 IPR 乘以谁呢 乘以它的这个电阻 R1 R1 IPR呢 是0.2A 乘以R1 二十五亩 最后呢 等于几样 等于四 四伏 四伏 是不是啊 说明此时此刻呢 我们这个R1的电压呀 是四伏 电压是四伏 对吧 那么它电压是四伏的话呢 那你知道这个R2电压吗 R2电压你知道吗 是不是知道啊 串来分电压嘛 对不对 分电压 分电源电压 分电源电压 你这个滑动变速器分了四伏 那你R2不也分四伏吗 是不是啊 R2不也分四伏吗 对吧 反正是你这个R2 跟这个滑动变速器 你俩分电源电压嘛 分电源电压嘛 是不是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的R2电压等于什么呢 此时此刻R2的电压 R2P R2电压U2P U2P 此时此刻啊 这个R2电压 等于什么呢 电源总电压 减去 此时此刻 滑动变速器 R1的两能电压 是吧 U1P 等于几呢 等于8伏 减去4伏 等于4伏 对吧 等于4伏 那说明我们今天 此时此刻呢 我们这个电压表的次数呢 就是4伏 电压表次数就是4伏 是不是啊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达个的写上 有解 你得有达 必要的文字描述啊 公式的推导过程啊 是不是 对吧 单位换算呢 都别忘了 对吧 包括单位一定要写上 完事了 这个题 完事了以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 同学们啊 下一个 关于动态电路的问题 说如图所示呢 我们B核开关S B核开关S B核 将滑动变速器的滑片P啊 向右移动的过程当中 往右移动的过程当中 下列数码中 证据的哪个 A说灯泡呢 发光会变亮 B说灯泡发光会变暗 你这个滑动变速器 你看看 首先你看看 它对这个电路 有没有调节作用 它往右滑动 它就是个串联电路啊 对吧 而且你上面 你滑动变速器 你上面是个什么 你上面是个电压表 电压表相当于段路 相当于是一个 断开的开关 所以说你现在 往右滑动 你根本起不到 调节电路中 电阻的作用 对吧 那电路中这个电阻 既然没有变化的话呢 那就说明 电路中电流没变 电路中电流没变的话呢 就说明 灯的亮度 它就没变 对吧 灯的亮度没变 电流表尺数没变啊 电流表尺数也没有变化 因为你现在 你起不到调节作用了 你既然起不到 调节作用的话呢 那就说明 我们电流表尺 电流是没变的 对吧 你电路中电阻 电阻没变 电阻又没变 灯的亮度 它也不变 那么电压表 是不是会变小 为什么呢 因为电压表呢 测谁啊 它测量的是这一部分的 电阻电压 它测量这一部分 电阻电压 看到没有 这一部分 原来是测量这一部分 原来 原来呢 它测量的这个电阻电压呢 是比较 原来它测量的电阻的 测量的电阻是比较大的 咱们知道串联电路分电压吗 你电阻越大 分的电压就越多 原来测量电阻比较大 对吧 现在它往右移动以后呢 测的电阻阻值呢 会比较小一些 因为它接入到电阻中 电阻丝的长度变短了嘛 对不对 变小了 是吧 那么电阻变小的话呢 那么分的电压就会变少 电压表的势数呢 就会变小 对吧 电压表势数就会变小 这个体验呢 选择的是四号地 好 也不难啊 好了 一定要注意 它上面这块是个电压表 是个电压表 好了 电压表测的是哪一部分的电压呢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测的是这部分电压 后来它往右移动以后呢 它测的是这部分电压 对吧 它电阻变小了嘛 对不对 电阻变小了以后呢 那你看 分的电压也会变少 分的电压变少了以后呢 地压表势数就变小啊 下一个啊 阳州的一道中跑地 说小明呢 在医院看到一种输液报警器 输液报警器 如图夹所事 对吧 然后呢 当管内药液流完的时候呢 电铃发生 然后呢 报警器内部呢 有一个可变电阻 当我们输液管内有液体的时候呢 电阻大 你看啊 当我们输液管内有液体的时候 电阻大 无液体的时候 就没有液体的 流完了以后呢 电阻变小 里面的液体流完了以后 电阻就变小了 那么电路图呢 如图一所事 如图一所事 那么呢 当闭合开关 报警器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分析正确的是哪个 闭合开关 报警器开始工作的时候 分析正确的哪个呢 A说什么呢 A说 输完液的时候呢 电流表示数会变小 当我 你看啊 他不说了吗 无液体的时候呢 报警器 就是个液体啊 就是说这个输液管内啊 输液管内无液体的时候呢 电阻变小嘛 对吧 当你输完液的时候 你不是相当于无液体吗 无液体的时候 电阻变小嘛 对不对 你无液体的时候 电阻变小 你电阻变小 你电阻变小的 你电阻变小的话 你电阻会变大呀 对不对 那是电阻变小吗 你无液体的时候你说你输完液了是不是你输完液了以后呢 输完液的时候 输完液的时候 你电阻变小吗 对不对 电阻变小嘛 对吧 电阻变小 无液体的时候电阻变小吗 好了 然后呢 那你电流又应该变大呀 对不对 你电阻变小了 然后呢 那电流中电流应该变大呀 那电流表次数怎么能变小呢 哎错了啊 那么说电压表的次数会变小 电压表次数不会变小 电压表次数会变大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讲过串联电路分什么 分电压 对吧 分谁电压呢 分电源电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 这叫报警器啊 叫什么 我看啊 它内部有一个可变电阻 这个可变电阻呢 跟这个电灵 它俩一起分电源电压 对吧 当你数完页的时候呢 可变电阻变小了 它分得的电压会变少 那么电灵就会多分一些电压 对吧 电灵就会多分一些电源电压 那么所以说呢 电压表测量的是电灵的电压呀 所以电压表次数呢 会变大 电压表次数会变大 对不对 你电阻变小了 你就少分一些电源电压呗 哎 那么呢 你少分一些 我电灵就多分一些呗 我电灵多分一些 电压表次数就变大了嘛 因为电压表测量电灵电压 是吧 C选项我们来看一看啊 C说什么输完页之 输完页的时候呢 输完页时 电灵想的原因呢 是其两端电压变大 电灵正常工作 对 它想的原因呢 是什么呢 想的原因呢 就是说 当我们输完页的时候 对吧 它这个电阻变小了 哎 这个变阻器 这个变阻器啊 可变电阻啊 它叫可变电阻啊 这个可变电阻组织变小 组织变小的话呢 电路中的整体上的电阻 总电阻变小 串联电路嘛 是不是 串联电路 总电阻等于各串联电阻之后 对吧 一个电阻变小了 一个电阻不变 那总电阻变小吗 总电阻变小 电阻中电流不变大吗 对吧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呀 当你可变电阻组织变小的时候呢 它分头的电压也会变少 那么我们电磷呢 就会多分一些电源电压 那所以说 电磷两端电压也会变大 电磷两端电压也会变大 对吧 也会变大 所以说呢 当输完页的时候呢 电磷响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它两端电压变大了 电阻中电流也变大了 那所以说电磷呢 可以正常工作 没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啊 四号D说什么呢 说未输完药液时 电磷不响 是因为没有电流通过 有电流通过 就是有点小 就是电流太小了 不足以让我们电磷响啊 是不是 不足以让我们电磷响起来啊 对吧 你这个电压跟电磷都不够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电磷它也不工作呀 好了 那所以说这个题呢 选C啊 C是正确的啊 下一个 阳州的中号题 这个是东营的中号题 我们看一下啊 说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啊 这个电源电压呢 保持无变 电源电压保持无变 闭合开关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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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滑动变阻器 R的这个滑片 向右移动的时候呢 下列书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当它这个滑片往右移动的时候 下列书法中正确的是哪一个啊 这A选项 这种多开关问题呢 咱就得一个个分析啊 这没办法 对吧 咱们来看看这个 A选项说 闭合开关S 闭合开关S 若甲乙均为电压表 则两表的事数 均变小 来 我们现在呢 闭合开关S 如果说甲乙均为电压表 就是甲是电压表 乙也是电压表 那我们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我把它给变一变 我把它给擦掉 我可愿意把它擦掉了 好了 我用个这个 白色的笔把它擦掉 这是甲 对不对 甲 我把甲擦掉 这是变成电压表了 是不是 这两个都变成电压表了 这块是V甲 V甲 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乙擦掉 这块变成V乙了 都变成电压表了 是吧 这样的话咱们看得比较清楚 买事 我把这两个电压表 都变成电压表了 是不是 然后呢 现在我们这个 两个开关都闭合了 两个开关是不是都闭合了 两个开关都闭合了 是不是 S0跟S 然后他说这个滑片 往右移动的时候 两个电表事数都变小 对吗 闭合开关S 若甲乙都是电压表 则两电表事数都变小 他说这个 滑动变阻机这个滑片 向右移动的过程中 向右移动过程当中 对吧 是这么回事吗 你先来分析一下 它是什么连 它是个什么连的电路 很明显它是个串连 你发现了吗 串连电路吧 串连 地压表相当于段落 咱不用管的 可以先把它去掉 对吧 它是个串连电路 对吧 那么串连电路的话 我们发现 我们V甲 这个电压表把谁抱住了 V甲把谁抱住了 把电源抱住了 说明我们V甲测的是电源电压 对吧 我测电源电压 而电源电压是横定不变的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 是不是 你这个滑动表情 你即使往右移动又能怎么样 你往右移动的话 我电源电压不变 对吧 说明我们这个V甲 电压是不变的 它始终测的是电源电压 明白东西吗 所以说A选项呢 是错误的选项 A选项呢 是一个错误的选项 错误的选项 对吧 它说这个甲乙 如果均是电压表的话呢 两表的市售均变小 两表的市售均变小就错了 因为我们V甲的市售数不变的 对不对 V甲市售不变 好了 而且你会发现 V甲市售不变 我们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它不变 它测的电源电压嘛 电源电压不变 它就不变 对吧 那么你看看我们V乙测谁呢 V乙呢 它测谁啊 它把谁抱住了 它跟谁并联呢 它跟这个滑动变动器 是一个并联关系 对不对 它测的是滑动变动器的这个电压 对吧 那么咱们知道串联电路分电压 电阻越大分的电压越多 你现在你这个滑片往右移动 往右移动 它接入到电阻中的 电阻丝长度就变长了嘛 原来接这么长 现在呢 现在呢 比以前更长了嘛 对不对 它电阻变大了 电阻变大分的电压就变多了 对吧 一个电阻变大 一个电阻不变 你电阻变大这头呢 你分的电源电压就变多了嘛 串联分电压嘛 你分的电源电压变多了以后呢 那么电压表的事数就会变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V以的事数呢 就会变大 V以事数变大 好了 那么你就会发现 我们不选A 而选C啊 是不是啊 C啊 对吧 B和开关S 甲乙均为电压表 而甲呢 事数是不变的 因为甲侧的是电源电压 是不是啊 我们刚分析完 以事数会变大 因为它侧的是滑动妙气电压 滑动妙气电阻变大了 分的电压变多 所以说以事数变大 选C 这个题选C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 B跟D 我们也分析一下 好吧 说B 我们看看B选项啊 B怎么说的 说 断开开关S 若甲乙都是电流表 则两表事数 均变大吗 分析啊 先擦掉 把这个原来的都擦掉 他这回说什么呢 B和开关S0 断开开关S 如果B和开关S0 断开开关S 如果它俩均是什么呢 均是电流表 说这两个电表的事数都变大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再 重新 再研究一下 来 我们再把它擦掉 甲变成电流表甲 甲变成电流表甲 A甲 对不对 乙呢 变成电流表乙 行不行 A乙 它变成电流表乙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若断开开关S 开关S这回是断开的 刚才是B和的 现在是断开的了啊 然后呢 若甲乙均是电流表 则两表的事数就变大吗 那当我们的滑动秒机的滑片往右移动的时候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当我们滑动秒机的滑片往右移动的时候 你先分析它是什么连 它是什么连呢 同学们 它是什么连呢 很简单 是不是 什么连 电流从正极出发 走走走走走到这 到这 分叉了吧 对不对 数分叉了 数分叉了 一条电流走的是 R1 在这我等着 我看啊 在这等着会合 另外一条电流呢 那走的是 滑动变动器 对不对 走滑动没有器 经过A甲 在这会合 会合以后一起回到电阶附近 说明我们这个A甲 测的是滑动秒器的一个电流 是不是 那么A仪呢 测的是干路电流 测的是干路电流 是不是 这么个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这个 两个电表的事数均变大 对吗 不对吧 对不对 应该两个电表事数均变小吧 对不对 两个电表事数应该是均变小的呀 对吧 因为你现在你往右移动的时候呢 往右移动滑片的时候呢 这个滑动没有器连入到电流中组织会变大呀 电阻变大的话 电流变小嘛 对吧 所以说电流会变小的 这个电流会变小 A甲会变小 对不对 会变小 然后呢 你变小了以后呢 另外一条电流呢 经过A1电流是不变的 A1电流不变 一个变小 一个不变 干路电流呢 也会跟着变小啊 对吧 干路电流也会跟着变小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B选项说法错误吧 B选项说法错误吧 他说两个电表的事数均变大 其实都是变小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四号D也是说了 说那个 如果说断开开关S 若甲乙军为电流表 若甲乙军为电流表 则乙势数不变 甲乙势数呢 变大 其实甲乙势数变小的 乙势数也变小 对不对 乙势也变小 都变小 是吧 选择CL 好了 然后呢 咱们接着往后看啊 同学们啊 接着往后看 接着往后看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它是并联吗 都变小 都变小 没有问题啊 都变小 并联吗 并联的话呢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 A甲测的是谁啊 A甲呢 它测的是我们这个 环动变有器的一个电压 电流 它跟环动变有器呢 他俩是串联的 他俩串联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它测的是环动变有器电流 当你环动变有器电阻变大以后呢 电阻变大以后呢 它电流变小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A甲 它也是电流变小的啊 好了 那个A1 这条直路电流是不变的 对吧 各直路互相不影响嘛 互相不影响 一个不变 一个变小 你干路电流不变小吗 是不是啊 干路电流就得变小 下一个啊 14题 说某这个物理科技小组呢 设计了一个酒精 设计了一个酒精 气体浓度检测电路 如图甲锁式 那么呢 A为器皿电阻 这个A 它是器皿电阻 对吧 其组织呢 随着酒精浓度 杯子这个变化的曲线 如图仪所示 对吧 随着酒精浓度的这个增加呀 电阻会变小 发现没有 随着酒精浓度增加 电阻变小 对吧 然后呢 电源电压恒定 当酒精气体浓度杯子增大的时候呢 那么呢 气皿电阻啊 的组织间会怎么变 那看图就可以了呗 那这就会看图就行 是吧 你看看 随着它这个浓度的增大 哎 它变小 随着浓度增大 它变小 是不是 哎 电阻变小了 好了 这个会看图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电流表次数将怎么变呢 随着你这个气氧电阻 啊 的这个组织的变小 哎 对不对 气体浓度增大 哎 组织的变小 电流中总电阻是不是也变小 我问你 对吧 一个电阻不变 一个电阻变小 总电阻就变小 因为串联总电阻等什么 总电阻等于各串联电阻之河 是不是啊 哎 总电阻的等于各串联电阻之河 等于阿灵 接上这个啊 是不是啊 一个变小 一个不变 你总电阻不变小吗 你总电阻变小吗 对吧 总电阻变小 电阻中电流变大吗 对不对 哎 电流跟电阻呢 是敌 是敌强我弱的关系啊 你总电阻变小了以后 电阻中电流不变大吗 电流表次数 不得变大吗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同学们啊 再看一个吧 嗯 好了 最后一道题呢 就是第15题 那也是测量电阻的一个实验 好了 说这个小华同学呢 想用这个浮安法 来测量定制电阻RX组织 想测量定制电阻这个RX组织啊 那么于是呢 他在学校的实验室啊 接了一些器材 然后连接了如图假锁式的这个电路 啊 那么电阴地压呢 是不变的 看看啊 浮安法测电阻 这个连接电路的时候啊 开关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 嗯 当你在连接电路的时候呢 你的开关呢 应该处在一个断开的状态 对吧 这是我们基本的实验操作的规范 那么B和开关呢 像A还是B端呢 去移动滑动变阻机的滑片 哎 使电流表的事数变大 它是个串联电路 你一定要记住 这是个串联的 咱们做浮安法测电阻 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它是个串联电路 对吧 电压表呢 测量谁呢 电压表呢 测量我们定制电阻 两端电压嘛 测量定制电阻 两端电压 对吧 然后他说 B和开关 B和开关 像A端 还是B端呢 移动滑动变阻机的滑片 使电流表的事数变大 你要想让这个电流表 事数变大 那么电阻中的电阻 就得变小 电阻中电阻就得变小 对吧 王老师跟你们讲过 叫近小远大的原则 滑动变阻机调节 符合近小远大的原则 靠近有用端点的时候呢 滑片如果靠近有用端点 电阻变小 远离有用端点的话呢 电阻变大 对吧 而这道题呢 我们用到的第一句 近小 靠近有用端点 电阻变小 你要想让电阻变小 想让电流变大 你的滑片就得靠近有用端点 明白了吗 而这个里面呢 有用端点在哪呢 有用端点在A端呢 对不对 电阻丝的左端呢 电阻丝两端的这个端点 才能成为有用端点的 而它现在连着这电阻丝的左端 所以说左端是有用端点 你要想让电阻中 电流变大的话呢 那你电阻就得变小 电阻就得变小的话呢 滑动变阻机得靠近有用端点 滑动变阻机的滑片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这个滑片呢 应该是 往左滑 对不对 往左滑 要想使这个电流表的 事数变大的话呢 你应该是说 向A端 向A端 去移动这个滑动变阻机的滑片 好 那么下一个 那么滑动变阻器呢 除了这个保护电路以外 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 在浮安法测电阻当中 滑动变阻器 除了保护电路以外 还能干什么 它还能够说调节电路中的这个 或者说改变我们定制电阻 两端的电压 和经过它的电流 从而进行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对吧 说说还有一个作用 那这个作用呢 就是改变定制电阻两端电压 改变定制电阻的两端电压和电流 对吧 从而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写不下了 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对吧 然后呢 操作当中呢 小黄发现啊 发现什么呢 发现一件事 对 发现这个两个电表 只有一个有事数 初步检查确认呢 电路连接是完好的 那么呢 两个电表均无故障 那么呢 则发生故障的元件 应该是谁啊 分析一下啊 就是电路故障分析 说两个电表呢 只有一个有事数 就是个电压表啊 和电流表 只有一个有事数呢 然后呢 初步检查确认啊 电路连接是完好的 两个电表就没有 都没有故障 则发生故障的元件是谁呢 是电源呢 还是电阻RX 还是滑动滑动变阻器啊 你就想想啊 如果滑动变阻器 发生断路了 电路中就一点电流都没有了 电流流不过去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电压表也没有事数啊 电流表它也没有事数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滑动变阻器断路不可能 如果说滑动变阻器短路呢 如果说滑动变阻器被短路 那么也不影响啊 也不影响电流通过呀 是不是啊 谁被短路 谁就相当于是一根导线嘛 如果滑动变阻器被短路了以后呢 不影响咱们去工作 不影响我们那个 电压表有事数 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电流表有事数 是不是啊 它不影响 对吧 也就是说滑动变阻器呢 对它们俩是没有影响的 对不对 它不是说没有影响 造成造成不了这个现象 如果说滑动变阻器断路了 两个电表都没事数 如果说滑动变阻器短路了 两个电表都有事数 就没有办法造成这种 说两个电表只有一个有事数 这种情况 它造不了 是不是啊 它不能造成这种现象啊 这不是滑动变阻器的问题 它更不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电源发生断路了 那电路中就没有电流了 它俩都没事数 如果电源短路了呢 那么这两个电表 它也都没有事数 对不对 反正我电源断路也好 短路也好 你俩都没事数 它也不是说 也无法造成说两个电表只有一个有事数 那所以说就是谁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定制电阻的问题 就是这个定制电阻RX的问题啊 就是RX的问题 如果说RX发生断路了 发生断路了 对不对 发生断路了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把这个 相当于把我们这个 D压表 相当于把D压表和滑动变阻器 把它俩串联在电路中了 D压表电阻无限大 几乎分得了全部的电源电压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RX断路以后呢 电流表是没有事数的 电流表没有事数 D压表呢 分得全部电源电压 对吧 所以这回呢 它是符合要求的吗 说两个电表呢 只有一个有事数 对不对 如果说定制电阻RX 它断路的话 那就是电压表有事数 电流表无事数 如果说老师 那你看RX如果短路的话呢 如果说RX短路的话呢 短路 用根导线把它两端连起来 如果它短路的话 告诉你 如果它短路的话呢 正常工作情况下 我告诉你 电压表是没有事数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电压表也被短路 因为电压表跟我们这个 电压表跟它 跟这个定制电阻 它俩是并联的 或者说我们电压表 现在原来测的是 定制电阻电压 现在测的是 这根导线电压 而导线没有电压 所以电压表就没有事数 但是呢 如果正常工作的话呢 电流表是有事数的 它有电流通过 电流表就是有事数的呀 对吧 所以说如果说定制电阻RX 短路的话呢 它短路的话 如果是它短路的话呢 电流表有事数 电压表没有事数 好了 那所以说这个故障呢 那就是定制电阻造成的 对吧 定制电阻造成的啊 当然了 这种短路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 你这个电路呢 得是连接完好的 得是连接完好的 对吧 然后呢 你这个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啊 不要给它滑到这个A端啊 不要给它滑到A端 如果你滑到A端以后呢 就会有可能会造成短路 电源短路 对吧 但是你即使是造成电源短路的话呢 那么我们电流表 它也有事数 它只不过事数会非常大 有可能会烧坏电流表 咱得学会分析这个问题 好了 然后呢 下一个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啊 第二个 说排除故障以后呢 必要开关 然后呢 低压表的事数呢 是2.6V 那低压表的事数呢 如图仪所示 则我们那个定制电阻 RX的组织是多少 电压表的事数是2.6V 同学们啊 电压表的事数2.6V 这个电压表的事数2.6V 电流表事数呢 如图仪所示 经过RX的电流 它用的是小量场啊 同学们 用的是小量场 一个小格是0.02A 它只到过了两 过了0.2 又过了三个格 那就0.26呗 对不对 0.26呗 0.26A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你就可以算呢 可以算这个RX组织了吗 对不对 RX组织 RX组织 等于呢 RX的两段电压 2.6V 除以呢 RX电流 0.26A 经过RX电流 对吧 最后等于10欧亩 10欧亩 对吧 还得10欧亩 好 完事儿 10欧亩 OK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后看 接着往后看下一个啊 说按照上面那个操作步骤呢 那么小房呢 又测量了一个什么呢 又测量了一个定值 额定电压为3V的一个小灯泡电阻 啊 它就是完事儿了以后吧 它又测量了一个小灯泡电阻 对吧 小灯泡 有能力压为3V的一个小灯泡电阻 然后并且描绘了其电流随定压变化的一个图像 哎 小花发现呢 他描绘这个定值电阻啊 定值电阻RX那个电流随电压变化图像的时候呢 是一条直线 对吧 而小灯泡的这个电流随电压变化图像的时候呢 如丙图所示 对不对 它不是直线 它是曲线 它是曲线 对吧 那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小灯泡的电阻与什么有关呢 我跟你说啊 它原来测量定值电阻的这个 原来测量电阻 定值电阻组织的时候呢 定值电阻组织 哎 它不会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而小灯泡不一样 小灯泡灯丝是金属 金属 金属的话呢 它电流越大 电压越大的话呢 它灯的亮度会变亮 灯的亮度越亮的话呢 它温度会越高 温度越高的话呢 电阻会变大的 所以小灯泡电阻呢 它是一个变化的电阻 所以说呢 你描绘出这个小灯泡的电流 随地压变化图像的时候呢 它是个曲线 它不是一条直线啊 好了 那所以说呢 这说明小灯泡电阻与谁有关呢 与温度有关 与温度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你灯泡电阻受温度影响 它不是定值啊 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说呢 这个灯泡的电流随电压变化图像呢 它就不是一条直线 它是一条曲线 好了 那这块呢 需要截屏同学可以截个屏啊 也可以截个屏 也可以截个屏啊 OK 而且呢 你要是测量小灯泡电阻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必要去求这个平均值 对吧 因为你求平均值也没有任何意义 小灯泡电阻 它是个变化的电阻 对不对 随着这个电流的变大 买电压的变大 灯的亮度会变亮 那灯的亮度变亮了以后 它温度会越来越高 温度越来越高 电阻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这个变化 它不是误差造成的 它不是误差造成的啊 它就是因为呢 它这个灯泡电阻呢 它是与温度有关的 你温度越高 它这个电阻就会越大 对吧 这属于金属导体 好了 那么终于完事了 完事了以后呢 咱们把视频课先关掉一下啊 完事了啊 嗯 嗯 嗯